大家好 我是Pastor Eric 李牧斯,你也听过了 我是Pastor Eric 我稍微介绍一下自己 一年前我来美国读书 毕业之后工作、结婚、生孩子、成家 做了十八年电脑之后 有机会去神学院读书 然后读完神学院之后 神给了机会我去U.C. Davis 有间中国教育和牧会 所以都黙会了九年 我都认识了当中的 有些大影子母就是Benson 还有其他人还没在 或者还没在,我看不到他 之后几年前 神留给了机会我去做培训的工作 所以来到Bay Area 所以我都花了九个月时间 去看哪间圈子比较适合我 今次有什么都找到Cross Point 其实我都不是很认识大影子妹的 认识到你的样子 但不太记得你的名字 除了你去过GPS 或者你都不会认识我 无所谓了,不是关于我 而是关于我们的天父 我们今天来敬拜 刚才我们鼓掌给我们的爸爸 我们更要鼓掌给我们的天父 对吗?对吗? 今天是父亲节 当然 但是父亲节和母亲节都没得比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做过餐馆就知道了 我做厨房的 母亲节 母亲节呢 由四点到十一点 那些外卖单都是一搭搭的 但是父亲节一月 没有所谓 和平时一样 父亲节是不一样的 而我当时的木会 亦都是这样的 母亲节很大 父亲节很小 母亲节的时候有红币花 有Crosage 很隆重的 我们还停了所有 不准开会 礼拜日 礼拜日呢 父亲节呢 我们只是去Costco 买几个Pie 就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教会不错 最坦度有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后非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爸爸 就比较少说话 我确认大家 可以理解 父亲的需要 也不是很感激 子女的需要 所以真是无后非 但是我但愿 祈求今天的信息 是可以 和我们代助当中的爸爸 因为做父亲 真是不容易 让他们有鼓励 亦都可以和妈妈 或者子女 亦都希望 和他们说话 我们一起祈祷 好 亲爱主 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 要来到祢面前的时候 我们求祢再一次 在现在这个 moment 洗净我们的罪 洁净我们的心 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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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洁净我们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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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的说话 亲自触摸我们 不单止触摸我们 叫我们可以走出来 不单只动 但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去行动 行动 我们与主耶稣 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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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的经文 就是取读 针言 第3章11、12节 And our scriptures today is from the book of Proverbs 3 chapter 3 verses 11 and 12 我请大家一起读一读 1、2、3 A. And our scriptures today is from Proverbs 3,11,12 My son do not despise the Lord's discipline and do not resent his rebuke because the Lord disciplines those he loves as a father the son he delights in 这段经文教我们要管教子女 其实管教子女很困难 很难的 上个礼拜我去越南谱吃粉 我见到一个妈妈和成年的儿子 在我们旁边吃越南粉 妈妈坐下来说 哪一样好吃,哪一样好吃 我们应该叫一样 但是这个三十多四十岁的儿子 完全没有反应 然后他一直吃 妈妈也说 吃多一点,吃多一点,那些 但是儿子一直吃,一直在看手机 我还以为他真的没有反应 结果他在笑 但是笑着手机里面都不知道什么 但是我可以想象 如果他跟他爸爸去的时候 就不同了 但是都是没有东西 都是零交流 我身上两个人都在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而很多时候 就算小孩子要听你管教 也很困难 因为如果说是没有对错 没有一个绝对真理的时候 他们的学校都是没有教的 应该包容 不要说人家错 因为你自己可能都是错 全部都是 relative 如果你说是错 他说你什么? 你侮辱我 所以做父母真的不容易 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也改变得很多 改变得很快 如果你不懂得用手机 如果你不玩Instagram Snapchat 如果你不坐Uber 你已经出现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 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孩子 我管教子女孩 就好像我们的天父管教 我们一样 但是看下去的时候 我们再看另一段经文 现在我们开始看到 管教的重要 就是《针言》13章24节 好 我们一起再读一读 不忍用仗打儿子的 是恨户的 痛爱儿子的 随时管教 在这里我们第一件事 看的时候 有点怪 用仗打儿子 用仗打儿子 这是不是圣经教导 是否是圣经教导 但是我们在看《针言》的时候 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针言》是一个特别的体财 特别的文学体财 《针言》是说智慧 但是智慧是什么呢 智慧不是一个advice 不是advice 你可以说听 可以不听 智慧那个字 在原文来说 其实不单是一个idea 而不是一个wisdom 不单是一个wisdom 而是一个skill 是一个技巧 一个applied knowledge so wisdom in proverbs is applied I'm sorry applied knowledge applied knowledge 因为如果你看这个字 原来在出埃及的 当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 那些工人 都是叫wisdom in exodus when the workmen or craftsmen were trying to build the tent or the tabernacle the workmen have this wisdom from God to build the tabernacle 所以wisdom 所以针言对来说 是神邀请我们 我们要过一个 好的生活的时候 就要跟随神 给我们的wisdom 而针言不是一般性 不是针言不是一个律法 因为针言是一概括性 是一般性 就是说你不要针对那些details 就像这段经文 不是说随时用棍打儿子 是爱她的 proverbs doesn't say just use physical punishment it's to love your children 不是这个意思 that's not what it means 但我们就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看这儿讲 用棍用杖的时候 when we say it's rod 如果你看英文的时候 你会发觉多些东西 你看英文的时候 那个象是rod 而是the rod 在经文里面 英文来说 是一个article 很重要的 the oh I'm sorry 是一个definite article definite article 对不起 我搞乱了它 the not just any not a but the 因为你在真言十三章 二十二章 二十三章 里面说到rod的时候 the rod 不是a rod 不是many rod 而是一种特别的rod 所以你看真言二十二章 十五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 the rod of discipline 本教的象 proverbs 22 specifically says the rod of discipline 那个象的意思 是一个比喻 比喻管教的意思 so the rod is not simile but analogy 所以我当然 我不会鼓吹 这个体罚 I do not encourage physical punishment 你打儿子 无论用什么 其实都是很大的危险 因为子女最可能 就是害怕了你 You can scare your kids because of physical punishment 所以在真言这里说到 管教的象 其实是指管教子女 so the discipline of the rod is just simply or to generalize is to discipline your children 我小时候 我家里真的有管教的象 不过不是一粒棍 而是一条鸡毛扫 well the older generation remember there is the duster the famous duster but that's not the swifty that we use nowadays 我妈最喜欢一个鸡毛扫 my mom loves it 因为可以扫尘 it's a duster 握在手上又顺手 又够长 一打下去 子女都走不掉 and this duster doubles as the rod in our family but她说 鸡毛扫 好处就是 打下去痛 但不会伤 it hurts but it doesn't hurt deeply but I think it's quite有智慧 但是另一个 我觉得更应该 不要用手 如果你真的要看佛的时候 我几人看佛是不对的 如果你要看佛的时候 不要用手 ok we're not encouraging physical punishment but do not use your hand your own hand 因为手是代表 你身体的部分 是代表爱的 你不用工具 罚他们 他们以为你是 一个责乎 一个痛 一个hurt 就是这个association 千万不要 so we don't use our hands because kids will associate hurt and hurting or pain with our own hand use a tool 所以我们搞定这件事了 看完这个像的时候 又去到第二件事 也要搞清楚 这里讲到做父亲的 要管教儿子 但是母亲的角色又是怎样呢 当然以前犹太人的时代 女人是没有地位 就是男人的财产 没有见识 没有读书 教儿女当然是父亲 so if the woman is never educated how do you expect her to educate the children or discipline the children 我们中国人都是一样 养什么教父之果 well we know it's the father's responsibility to teach to discipline 但现在的年代不是了 已经是男女平等了 but you look at nowadays women have come really far 所以管教是父母 同仁有责任 所以管教是父母 同仁有责任 所以管教是父母 但是有时做丈夫 会觉得 管教是 教儿子女 婆婆妈妈的 男主外 女主内 但有些父母 仍然有想法 that it's the family thing let the mom take care of it 我扶名赚钱便可以 给他们最好的教育 应该是好爸爸 so I'm a good dad I got a roof over your head and foot on the table 但是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两个父母都有责任 but I don't think that's right because the discipline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mom and dad 父亲的责任 其实是很大 很不同的 为什么这么说 好像以法所书 五章十三节的时候 因为父亲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so I know I believe that mom and dad or dad has a special role in discipline because in the book of Ephesians husband is the head of the wife 如果做爸爸 是没有责任 没有教子女的时候 其实是很大的危机 Dad, pay attention 如果你看看美国的统计 青少年问题很大 美国政府的统计 在青少年来说 有63%的青少年自杀 都是没有爸爸在家 63% of the youth suicide involves single parent homes homes without a dad 离家出走的青少年里面 九成是没有爸爸在家 90% of the runaways 中学不毕业 71% of the high school dropouts 吸毒75% substance abuse 75% 坐牢的70% 都是没有爸爸在家 70% of the juveniles in detention 父母的责任是很重要的 父母的责任是很重要的 你在家里提供他们一个安全感 给他们一个guidance 有support 这个是不可以被忽略的 父母的责任是很重要的 不要花了个机会 当你下班的时候 不要马上去看电脑 不要马上去手机 所以,社交媒体和电脑 花时间跟子女玩 不要叫他们去做功课 快去洗澡 快去洗澡 不要用力量 因为那个idea是你跟他沟通 你去建立关系 你不是在这里解决问题 你和他聊天的时候 问一些 open-ended questions 不要问yes or no 你更能够明白到你的子女 所以你会明白他们 好了,我们现在看完管教重要性 我们再继续下去看 就是管教的特点 我们的经文是取得以忽所书 第六章第四节 不如我们一起读一读 你们作父亲的 我们一起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一读 只要读一读 你能够明白 我们一起读一读 我们一起读一读 OK, so Ephesians 6.4 reads Fathers, do not exasperate your children Instead, bring them up in the training and instruction of the Lord 不要读一读 不要读一读的气 但是,都对的 是真的不要读一读的气 儿女的生气是不好 但是,有时管教真的 有时不能备免的 但是,有时不能备免 但,有时不能备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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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认为是不备免 James Dobson 提议 如果小孩 你画一条戒在这里 Dr. James Dobson once said You draw a line You draw a boundary 但是,小孩知道你不准过 但是,他仍然伸一脚过去 然后,望一望你 Kids always know where the boundary is They try to put their feet across and they look at you Try to test your boundaries 这个是什么意思? Willful defiance 他想跟你斗一斗 所以,不要令他失望 Don't disappoint them 而,这段经文是为什么呢? 我们看回的时候 这里说不要移类的气 野气的字 里面是一个settle 一个不断持续的生气 例如,你做父母的 你不要经常跟他说 衰子 打机 又不做功课 你这样下去一定做 责难责女 找不到工作 千万不要这样做 因为你夸大 他不是天天打机 不是由早上打到晚 你又不要这么极端 又不要那么负面 不要看死他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你会不停地令他生气 令他生气 他唯一的结果就是反叛 再不是放弃 有时小孩需要鼓励 孩子需要鼓励 Benjamin West是一个画家 Benjamin West is a famous painter 他小时候 他妈妈来到家 就叫Benjamin West去看着妹妹 Benjamin West has a younger sister 所以一刻 他妈妈问他 妹妹也很小 睡在一个厕所 Benjamin West看到她在笑 他看到妹妹很漂亮 这个样子很cute 立刻拿了彩色的墨水来画她的妹妹 他妈妈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亂七八糟 桌子、椅子、地下 全部都是不同颜色的墨水 但她妈妈一声都没有出 直到她看到她妹妹的照片 她妈妈看见那幅画的时候 就说 这个是你妹妹Sally 然后蹲下彎身 吻了她一口 吻了Benjamin West一口 我相信她做了一口 她妈妈的照片 所以她妈妈就 吻了Benjamin West 然后说 哇! 这个是很美丽的画 Benjamin West的结果很成功 25岁的时候 已经是英皇预准的画家 Benjamin West became a very famous painter 他 became the royal painter 18世纪的时候 他最出色 当他回顾画家的生涯的时候 他也说是她妈妈的亲吻 令她开始画画 祈求主让我们做爸爸的能够有智慧 I pray that all dads we have God's wisdom 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creativity 什么时候是一个mess to know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eativity and mess 千万没有不断的东西 而累的气 and just don't anger them 好! 我继续看下去的时候 就是第二个特点 管教的特点 Our second characteristic is 经文是取住希伯来书 第十二章第十节 It's from the book of Hebrews 12.10 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是这样说 新生的父都是暂随己以管教我们 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 是我们得益处 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 Hebrews 12.10 says They disciplined us for a little while as they thought best But God disciplines us for our good in order that we may share in His holiness 这是第二个特点 父亲管教的时候 是有限的 不是完全的 因为暂时的 随自己的意思 Our earthly father discipline because of what we think is appropriate 有时是吃力不到好 甚至是反效果 And it doesn't say it's the best way 我记得我女儿小时候 有些言语天才都挺好 I remember when my daughter was a little one She's got very good talent She's very talented She was good with language I记得一岁半的时候 带她去 Yellowstone玩 And so we would have a family trip at Yellowstone when she was a year and a half 岁半的时候 她指着那只Buffalo 她都会说Buffable 她都会说Buffable 哇 挺好意思 三个syllable 都会说 One and a half year old can pronounce the word Buffalo That's pretty amazing 不過相对来说 她的数学就没有那么好 Her math wasn't that good 我记得我们当时在波士顿 讀小学的时候 有些数学比赛 I remember she went through a math contest 不知道你们的孩子 有没有参加过 Continental Math League? 哇 都很难的 半个小时 考五条数 小学生要做些类似 雞肚童笼 植树问题 那些 那些 考的时候 我认为 不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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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補习 立刻买了一本 以前CML Continental Math League 那些考古题 是 教的女儿做 监管她做 开始不太懂 后来做做话 她开始懂 后来比赛的时候 拿了奖状 但是 我女儿一直以来 都不喜欢数学 回顾 我想 因为她不喜欢 但是小时候 谷得太辛苦 所以 弟兄姊妹 有时 我们的管教是有限 虽然我们有好的动机 甚至有好的原则 除了神的管教 是完全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祈祷 让神给我们有智慧 所以我们要祈祷 只要祈祷 只要祈祷 是完美的 第三点的特征 我们要看的是 爱的管教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 第六节 希伯来书十二章 第六节 我读给大家听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凡边打凡 右边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在这里我们看到 希伯来书十二章 在这里我们看到 第三点的特点是 爱的管教 这是神的设计 我们管教的动机 都是爱的 但很多时候没有爱管教 没有爱管教是很容易的 有爱管教才是很难的 你很累啊 很烦啊 个儿子来到 个女儿来到 还要做很多事的时候 没有爱管教就很容易 盖着她的巴巴 骂爆它 当你的孩子来到你 你只是疲惫 疲惫 你只能把他们 在顾身上 你只能把他们 然后你走 问题可以解决 你舒缓 你的情绪 但这个场上来说 是不行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六兄弟姊妹 冬天洗澡的时候 都很麻烦 因为一年前 没有热水器 我记得 我记得 当我小时候 我们需要洗澡 在冬天 我们用火水炉 煲一些热水 我妈不停 保持着热水 够暖 我们才可以洗澡 但很多时候 我们用这些烤衣 都不肯洗澡 直至到我妈 常常叫我们 冬冬冬冬 但没人理她的时候 最后十点钟 她会发火了 妈妈有 patience she endured until 10 o'clock until she was angry 臭小子还不洗澡 水煲都煲 都爆了 但对于我们来说 这只是一个message 告诉你 是时候洗澡 这不是message of love 所以第一姐妹 我们的管教要小心 你要选择一个爱的管教 不容易 总结来说 我们要管教我们的儿女 我们不要惹她的气 我们的管教也是不完全的 而最重要 我们管教要有爱 本来我准备过正面的例子 但是现在是一个反面教材 千万不要这样做 但是现在是一个反面教材 千万不要这样做 instead of telling you the good part 特首林郑说她是一个母亲的角色 来管教香港的儿女 香港政府说 我用我的 role as a mom to discipline you 我们来看看 她有没有用帐 来管教孩子 我们来看看 她有没有用帐 来管教孩子 她有没有用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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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段时间 103万 昨天200万 有没有用帐 有没有用帐 说了这么久 我们说父亲 但是现在是时候 说妈妈、子女、所有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基督徒 都是天父的儿女 当我们面对天父的管教时 我们应该如何做呢? 是什么态度呢? How do we react? 今天的经文是 取住希伯来书12章5到6节 我想你的powerpoint 或者没有了 OK So we should also be looking at Hebrews 12,5 and 6 我读一读给大家听 如果你回到的话 也可以看 你们有忘了 那圈你们如同圈儿子的话 说 我而 你不可轻看 主的管教 被他责备的时候 也不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便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希伯来书12章5到6节 Hebrews 12,5 and 6 reads And you have forgotten that word of encouragement That addresses you as son My son do not make light of the Lord's discipline And do not lose heart when he rebukes you Because the Lord disciplines those he loves And he punishes everyone he accepts as a son 在这里的时候 看下来的一件事 是惊吓的 就是说到最后 右边打凡他所收纳的儿子 What does it mean He punishes everyone he accepts as a son 我们知道是个比喻 OK We know using a rod is an analogy Again punishes the punishment is also an analogy 但不是喔 但这个鞭打这个字 原来同一个字 在生涯里面 是形容耶稣基督在被审的时候 被鞭打皮开肉 被鞭打的鞭打 However if we dive into the word punishes or the word punishment here is exactly the same word as the flocking the flocking that Jesus suffered when he was under the trials before he was crucified 所以保罗在这里 不是说 边打天父边打世儿女 只是打手板那一只 而是很艰难 很困苦那种的管教 So the punishment here says is it hurts our God our Father is not the superficial pain that could be inflicted 很难相信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都觉得 特别在西方社会 我们觉得 大家一个好的生活 不要有什么痛苦 差不多是人权 in the western world we always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we all deserve a comfortable life 教会亦都说 如果你看电视 有很多成功神学 耶稣 信耶稣 可以发费 可以有健康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re is a lot of prosperity gospel that you know you believe in Jesus you are going to be financially successful you are going to be healthy 而另外一种的福音 就是felt need 福音 another is felt need 就是耶稣 他可以解决你一切的问题 无论你是身体的问题 你是金钱的问题 心理的问题 总之耶稣面前 就可以有平安有喜乐 felt need gospel said whatever problem you have come to Jesus put it before him he is going to solve all your problem financial physical marital whatever it is you got it 但往口口飞 我们来到 都是想有平安喜乐 但这不是福音 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耶稣基督 被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 我们可以得到救赎 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 得永生 but that's not gospel leading a comfortable painless life is not what the gospel is about the gospel is about all sinners get to know Jesus who died on the cross and take up all our sins and start on the cross come back to life and we became a child of God 我曾经去到南加州 参观一个教会 和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 这个教会是 seeker-friendly教会 很鼓吹这些felt need gospel there was a church that I went to it's a felt need gospel church a seeker-friendly church 那次聚会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 说的是 vacation home they talk a lot about their vacation home 我想大概是 他们的会众 的fell need 是他们的需要 well maybe that was the needs of their congregation in that church 我太太去那次 还令人失望 因为游游到尾 都是说 減肥 women's meeting is even more disappointing all they do is about dieting losing weight 突然之间 发觉没有时间了 we're running out of time so we're going to hurry 但是保罗在这里 告诉他 神的管教是一个 很艰难 差不多要流血的管教 所以意思就是 当我们面对艰难的时候 这个是神的管教 when we face adversity because God gave us aversity to the point that he wants to discipline us to the point that it's painful it's painful 不要灰心 不要反叛 don't be rebellious don't rebel but just keep keep going 在十二章里面 保罗提醒我们 我们要仰望耶稣基督 虽然累 虽然辛苦 但是要忍耐 so Paul in the book of Hebrews keep encouraging us that we have to do not be despair just keep going just keep carrying on look to Jesus 第十节 和第十节 和第十一节 在十二章里面 保罗告诉你 天父 为何要这样做 in the book of Hebrews Paul tells us why God has to discipline us 告诉我们 是对我们有益处 对我们的圣结是好的 带给我们有平安和义 so God's discipline brings holiness righteousness and peace 不是没有意思的 是神主动的 去计划 去带给我们的 是会有好的益处 our adversities are God's planned He ordained or He allowed 我们一起祈祷 let's pray 亲爱天父 我们都承认我们的不足 特别是我们做爸爸的 Lord we know we are imperfect especially as fathers 天父就求祢 联敏我们 God have mercy on us 亦都教导我们 叫我们选择 用爱的管教 我们的子女 God help us to use love love as our motive when we discipline 当我们面对 你的时候 你爱的管教 时候 when we face discipline from you out of love 就叫我们认定 这些不是偶然 help us to know that nothing no suffering is random 亦都不是你不高兴 去责罚我们 而是你爱的管教 it's discipline out of love from you 所以叫我们 可以忍耐 可以仰望耶稣基督 看着耶稣基督